据大风新闻报道 7月27日 41岁男子小军告诉记者 他拿到法院判决后 已向纪委教体局和学校实名举报 要求对42岁的小玉违纪行为予以认定 小军介绍 2016年上半年 惊人介绍他与威海谋 小学教师小玉见面 认识并确认恋人关系 2018年9月 我得知他有孩子 他给我说他是未婚先玉 我当时就信以为真了 2021年8月 我才得知他实际上是已婚已玉 小军告诉记者 他跟我认识之前已经结婚好多年 而且他现在依旧跟他老公住在一起 小军毫不忌讳 两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曾经多次亲密接触 小军认为 小玉这样是欺骗感情 要求他返还钱和购买的东西 以及离开教师岗位 对方口头答应 但不对线承诺 他无奈诉诸法律 今年3月 法院判决他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5000元 包括财务3万元 5月底 小军向威海市纪委和学校实名举报 学校领导包括纪委 两次约见我了解情况 去教体局给我有受理回职 目前正在等待具体处理结果 小军表示 除了花钱 小玉还向他前前后后借了27万 他谎称 他附近的服装厂需要资金周转 实际上是给他丈夫的服装厂再用 我发现 他隐瞒已婚已遇之后 他才把借款陆续给我还了 7月29日 记者联系小玉所在的罗学校 一位负责人称他现在是教导主任 学校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记者随后联系威海市教育局 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工作人员答复称 这个由业务科室分管 我们调查了 但是调查结果不方便 对于外界投入